68岁的肖万长 他的经历 学历可以都说是相当的完整的 当然之前也传出了十几个人选 又包括了财经界的 学界的 那么我先请教一下余委员 你认为最后为什么选的是 大家民众再熟悉不过的微笑老肖 这是宣誓说马英九2008竞选主轴 就是财经政策吗 其实在国民党执政的最后的十几年 他们一段不断的在强调是财经内阁 在财经内阁从民国82年到后来 89年3月18号政党轮替之后 其实他们的金融政策做的并不是很好 我们可以看得到虽然他们一段 不断的对外在宣称说 台湾躲过了亚洲金融风暴 但是从经济学那时候也在讲说 台湾很可能躲不过本土型的金融风暴 我们可以看得到在82年的时候 台湾的金融机构预放比只有 1.69到最后来是高达到8.04 也就是从我们的资料调查 到最后台湾的金融机构预放金额 一造1476亿 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得到 再留台湾前进中国大陆有很多 包括东地市集团 红国 庆丰 常义集团 台湾 贵宏 国风集团 所以我们是认为就是说 其实肖万长先生 虽然大家会认为说他是 很好的一个副手的人选 不过我认为这个我是抱持着祝福的心态 但是实际上他从他远离这个国民党的中常会 辞掉副主席的这个核心以后 他长期在努力这个两岸共同市场 不过我很遗憾的说就是说 在他执政的担任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是唯一被倒戈的第一个 也就是修宪完之后 第一个被倒戈的行政院院长 所以无论从他过去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成绩单 或者是说他在两岸共同市场的一种 运作的一个模式 他希望以两岸共同市场来取代这个什么 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是中国大陆 中国他所希望推动的这个CEPA 其实我都认为就是说 肖万长先生他做的没有办法把台湾 从国民党马英九先生所说的 说要务实开放 因为毕竟台湾目前就是 务实开放的一种做法 无论是从外交的务实 或者经济的务实 从国内经济的一个推动 其实都是抱持了开放的一种心态 不然的话台湾是一个海岛型国家 就是以经济为取向 怎么可能采取索国的一个心态 所以我认为肖万长先生 并没有办法帮马英九有多大的一个加分 所以余文是认为说马英九找肖万长来 恐怕对他来说没有太大的加分作用 好不过接着请教一下国中大哥 你怎么看 为什么最后选的是 大家蛮熟悉的这个微笑老肖 我想说老陈某国每一个人 如果有心要对台湾这个国家贡献他的心理 我们都值得给他肯定 六十八年也不是说很老了 六十八年是一个很成熟的年纪 以肖万长来说 他的这个学经历资历已经都很齐全 几乎是财经界里面拥有很高的地位 也是国民党急急背拥出来的财经技术官僚 所以在财经方面 他的见解应该很值得 大家来讨论 如果观众比较注意 会注意说肖万长的出山 是有什么依照吗 如果你常常看我们这个节目 阿波两点至四点 还是看大法的新闻 你刚发现说我有两次说肖万长 我不知道观众有去想到吗 有两度讲肖万长 没有人在说肖万长 我说肖万长 我说肖万长不是说 他要出来做副总统郝酸人 不是说他的财经努力救台湾 说他是说两项事情 一项事情他跟马英九 头一项说 不要说两岸关系 也不必直接去谈两岸之行 你要讲全球话 台湾不能被边缘化 这是整个全球的共同市场 就是肖万长积极在做一个共同市场的 这个大理论就对了 因为你如果经常要说两岸关系 你就会陷入民进党的意识形态下去了 所以你要讲全球话 台湾不能被边缘 他提出这点 第二项 他说他跟马英九说 说你在选举的时候 千万就不要说一句 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这样子会喚醒台湾人民 对国民党贪污黑津 阿伯那个影响 你来说什么 说让民进党输一遍了 做不好 我们来让输一遍了 让他去咳嗽一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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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台湾人听他进去这种位置 我拿出来说大家注意 助理者会在里面 是 国民党贪 material 温充